中方已经于5月22日通过外交部令第7号公布了有关决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方敦促美方深刻反思 正是自身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和升级所负责任 停止抹黑施压 停止滥尸非法的单边制裁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国家 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采现 而不用付出代价